Hello 大家好 我是Maria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美容品牌的讀音 首先第一个就是日本品牌 改了法国名字 所以我们用法文读它 就是clé du Paul Bautier 第一个字clé 首先要识法a这个音 之后加个l在前面 le 之后加个k 由后能发出来的k声在前面 clé clé 第二个字就是de 首先要识法a这个音 之后加个d在前面 de 第三个字就是po 要识法o这个音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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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加个p在前面 po 第四个字和第三个字的音是一样 不过今次加个b在前面 beaut so it'sclé du Paul Bautier 第二个品牌就是chantecaille 这个品牌的创办人就是一位法国人 所以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姓 第一个音是用sh发出来 shan shan 第二个就是t 和之前的d有点相似 但是今次加个t在前面 t t 第三个音就是和普通话的开字的声有点相似 kai kai 但是尾音就要合分牌牙的 so it's kai chantecail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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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是法国品牌gillan guerlant 第一个音就是广东话的ge字 再加用喉咙发出来的r音 guerlant guerlant 第二个音就是lant 尾音是加少少背音的 lant guerlant guerlant 下一个品牌是la prairie 这个就是法文读音 第一个字la 很简单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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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个字就是préhi 有两个用喉咙发出来的r音 第一个就是ghe ghe 第二个音是ghe ghe ghe 前面再加一个p就是préhi la préhi 英文读音就简单一点 就不用用喉咙发出来 只是卷你就可以了 所以是la prairie la prairie 最后我们有意大利品牌 dolce e gabbana 第一个音跟英文代表公仔dol的音一样 dol 第二个音就是用ch发出来的ch dolce e gabb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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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lce e gabbana